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声明正式向造谣所宣战 在转发配文中张哲瀚工作室强调 工作室已协助律师在第一时间进行证据保全工作 对此类恶劣造谣抹黑事件进行彻查和严重处理 警告声明发出后有网友发现 张哲瀚工作室微博的小尾巴是挨克收视 举报专用邮箱拼写是不放过一个 由此可见张哲瀚工作室打击造谣的决心还是有的 在律所声明中 五位涉嫌造谣抹黑的网友被列出 恐怕将成为第一批被整治对象 无独有偶在张哲瀚工作室宣布告黑后 当日下午三点 龚俊工作室转发委托律师事务所声明 宣布起诉恶意造谣的黑粉 该律师声明中 四位涉及捏造事实的网友网上有名 已经被起诉至法院 两位艺人同日起诉黑粉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 但可以肯定的是 双方都施下了决心要整治网络造谣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龚俊方面的决心 显然要比张哲瀚方面要更强一些 张哲瀚工作室名尚处于收集证据阶段 警告意义更多一些 而龚俊工作室已经把黑粉起诉至法院 可见效率之快 当然我们也不必就此进行比较 张哲瀚方面之所以警告 也是为了给涉事网友一个机会 而龚俊方面直接起诉 也只是不堪其由后的选择 一直重爱于龚俊赵哲瀚的CP粉们 通过这次艺人同日起诉黑粉 莫名的磕到了糖点 不过CP粉虽然狂欢 但对于部分尾粉来说 还是存在争议的 毕竟尾粉一直希望 双方艺人脱离CP关系 各自安好 甚至一些极端尾粉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 疯狂攻击另一王一人 这也可以理解 为何此次龚俊张哲瀚 壮高的黑粉中会有对方的尾粉 任何单改去走红的CP偶像 最终都难以避免尾粉间的相互敌视 陈星另外的肖战 王一博是这样 参和令外的龚俊张哲瀚也是这样 小编一直不理解 为何双方尾粉做不到好去好在呢 英明一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如初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想象成 是空水火呢 显然 一切只是尾粉们想当然的幻想 龚俊张哲瀚 无论是谁发展更好 他们依旧是CP粉眼中的温克星 周子舒 侧面来看 此次龚俊张哲瀚同日转告黑粉 又何尝不是CP粉的一次胜利